新北市長侯友宜現在展開了請一之旅著重 就是為了強化一下外界 對於他中南部跟機相對比較弱的印象 也要為日前的牛鬼蛇神樹要消毒一番 在三號特地到了臺中 由大家長的盧宣恩帶路 地方的紅黑派大佬 集結就是為了力挺 就連前臺中市長胡志強 其實鼓勵他必須要大膽的往前行 接下來希望侯友宜可以把支持度越衝越高 造勢活動國旗海飄揚 加一口流利台語 新北市長侯友宜假日特地來到台中 有大家長盧秀燕親自帶路 走到那都是一片凍蒜生 侯總統凍蒜 侯總統凍蒜 這身總統直接打中心坎 侯友宜喊出當選總統之後 要實現盧秀燕的願望清單 拜託以後侯市長 他當上總統以後 捷運藍線早日給我們批准 給我們補助 有霸氣一面也要展現草根性 一旁站著紅派議長張清兆 受主將啟臣要繳揚窮英 另一邊是黑派的顏家兄妹 顏寬恆以及顏利敏 積極拉近與地方排席距離 侯友宜這一趟行程排得相當緊湊 但最想見的鎮藍宮董事長顏清標 卻始終沒有到場 如何讓民眾能夠過一個和平安定永續繁榮的日子 前台中市長胡志強也來友情相挺 胡友宜台中行有陸秀燕穿針引線 整合地方派系撇出牛鬼蛇身不挺喉的說法 猛擊兩強聯手激發黨內大團結效應 記者綜合報導